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院治疗11天 打针吃药都没效果 出院后 于1月28日来到原始点中心调理 调理前的症状 1.胸闷气喘 被人扶着从轮椅移到按推床上就非常喘 无法趴下按推 2.晚上10点开始投降到天亮 整晚睡不好 3.双腿无力 尤其是左腿无法独自行走 只能坐轮椅带步 调理细节 1.前期每天按推一次 两周后症状改善 就隔天按推一次 2.白天用红豆袋暖贴 晚上睡电热台 一天温敷20个小时左右 3.每天用50克干姜片熬煮姜汤服用 4.温热性饮食 即含凉食物 5.每天运动一至两小时 以散步为主 爬楼梯十几层 6.晚上10点睡 早上4至5点起床 中途起夜一次 1月28日调理第一天 按推头部及上背部原始点后 胸闷气喘及缓解三成 志工向我讲解 舒适寒热表 并教导我如何落实原始点细节 1月30日调理第三天 可起身走路 2月4日调理第七天 胸闷气喘改善五成 可以趴下按推了 投降改善五成 晚上能睡五至六个小时 双腿比较有力 能扶着墙走十几米 2月17日调理第21天 行动自如 2月25日调理第28天 胸闷气喘改善八成 能散步30分钟 不累也不喘了 3月3日调理第34天 胸闷气喘 双腿无力的症状完全改善 每次可步行半小时 也可自行上下楼梯 头响也完全消失 4月22日调理第84天 可轻松爬楼梯 气不喘 精神非常好 感恩张一师大悲大怨 研发了原始点 感恩原始点志工们的 心情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